簡單的筆畫描繪出許許如生的屈原畫像 還有這一幅以田園風光為主題的水墨畫 作為報紙與刊物的插畫 為文字增添許多色彩想像空間 而繪畫出這些藝術作品 正是這一位水墨畫家李子慶 我在讀軍校的時候才遇上了藝術 那碰上藝術之後 畢業之後我沒有間斷過 那一直在畫 那弟兄官兵都休息了 晚上的時候就是我創作的靈感 那一直在部隊裡面創作 一直到現在將近20年 那20年來我希望能夠在我的繪畫專長方面 能夠服務到國軍 所以我用了彩筆 美化報紙也美化了刊物 目前服務軍旅的李子慶 專研油畫與水墨作品 他將豐富的人文風格結合自然色彩 變化出不同於傳統的水墨畫作 尤其各展中所展出的大甲媽祖 文化藝術作品 更獲得地方人士與藝術工作者的熱烈支持與肯定 做的靈感是來自於大甲地區 因為我在大甲地區認識了內人 對 那也在這邊定居 目前定居的七八年以上 那所以地方的一些文化色彩 地方的民情風俗 也豐富了我對於創作的靈感 一些地方的古蹟啊 然後鎮南宮啊 還有這個劍井啊 鐵真山啊 一些大甲地區的古蹟 還有風俗景象 都是我創作的玄源 我相信這個繪畫是我的一生之志 我會一直努力的走下去 李老師表示 希望藉展覽呈現自然與溫馨美感 喚起大家珍惜台灣這片土地 而這次在大甲區公所的展期 直到十月底 歡迎喜愛藝術創作的民眾 前來細細品味 記者王生炫 台中採訪報導